那我先问一下罗静 罗静喜欢的女孩是什么类型的 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罗静不怕了 年代已经变了 现在大家都结婚生小孩 对 不要遮遮掩掩 我喜欢可以给我结婚生小孩的 哪种类型的女孩 是你绝对不能接受的 她有一特定特别受不了 特别就是不真实 做作 假装 但男的分不清做作的问题是 分得清 我们女的都觉得特做作 男的觉得特发抖机 有两种男的 真的有这样的男的 有两种男的 一种是觉得自己特别了解女人的男人的 那其实都挺傻的 但有一种男的真的是挺聪明的 像戴军也是这种人 他也是这种人 觉得就是很聪明的 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的 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 后面得罪人 后面那个 后面因为我不了解他 眼神很迷茫 他一直很迷茫 因为我不了解他 那个小黄 哎呀你也知道我姓啥了 哈哈 当然我一直都知道的 哎呀 哈哈 这种就是做作 还有什么特别受不了的问一下啊 太过于的就是蛮横 不讲理 也蛮女友型的 强势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不讲理 我就是爷们强势无所谓 但是不能不讲理 对 哎 这个挺好的 对啊 其实我是觉得真的是这样 就我所有的 如果是说让我碰到这样的女孩 我不会说我真的就是那句话 我特别相信 就是什么呢 我不是怕 真的是尊重 哎 王静 哎 这个很好啊 我不太清楚尺度啊 你试看一下 哎呀 快点 你看外面下雪了 我要吃炸鸡和啤酒 什么叫炸鸡 什么叫啤酒 我要吃炸鸡 就那个电视里面的那个炸鸡 还有啤酒 你给我去买吗 好冷啊 可是我想吃啊 我真的想吃吗 我饿了 确定吗 想 真的确定啊 好 我去了 你也太顺从我了吧 他不是认为不讲理 对吧 这样会是不讲理 我在我在演本能 一般男的都觉得很吃饱 来 我叫什么叫不讲理 菁姐来了 菁姐来了 你比较适合 我们特别相爱前提 你爱我吗 我不要你跟所有女人来往 一对一吃饭也不可以 你看他们也不可以 我会弄死你的 这就完全没法活了 你答应我吗 这个我没法答应 你答应我 因为他们都不会为你付出一切而我 所以你都不能看他 尤其对面那个人 你看他我的心会碎碎一地 然后让你光着脚踩在我碎一地的玻璃上 弄死你 也太可怕了 前提是我爱你 所以这是一种胁迫 其实这是爱自己 特别可怕 这是爱自己 你碰到过这样的人吧 就是我用我爱你胁迫你 所以你不喜欢这样的 其实这种行为不是在爱对方 是爱自己 但好多男的吃这套 我也不吃 你也不吃啊 他应该不是吃这套的 不吃 刚才您进这看我 我特别认真的看 你特意要涂飞奶的 因为我每次见到李静 对我惊喜 对因为 因为他太有一套了 他太有女人的那种功能了 他原来你知道是什么什么功能 功能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撒娇的这个功能哈 我一直在学习 我学习了很多年 是因为我善于观察所有的女人 我也观察了 但是我记不住 我什么都不干 就记这事 所以 他不能接受的 我大概知道的 但是他这种类型 是我特别喜欢那种类型的男的 正儿八经 就刚才的那个反应 不是刚才的反应 就是他刚才的这种 他的这种 对女人的看法 你懂吧 就是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希望女人是什么样子 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真的是像他这样做得到的话 上海姑娘们 这个是钻石王老五 那所以 罗静现在你是单身吗 他不愿意说 我看他好像眼神里有一点 犹豫 你现在是单身吗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怎么可能是单身 罗静你太可爱了 你根本不用回答他们问题 我教你怎么回答下回 他们每次都问我这个问题 我教你 你现在还单身吗 你猜 我觉得看你的眼睛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了 答对了 多久了 你猜 我觉得应该 有段日子了吧 答对了 没问题 我喻 好 我啊 你